有家人留言想吃剁椒芋头 咱们安排啥 咱们选新鲜汤头鱼 也叫花莲鱼 这个鱼头大成小 刺儿少 肉好 鱼头已经炸它干净 咱们给它腌一下 放入一瓶盖的盐 盐要翻正的放 料酒 鱼头简单的调料一腌就行 咱们最关键的步骤是什么呢 剁椒酱 这个剁椒酱炒好以后 可以蒸一切 超市有现成的剁椒 加入泡的灯笼椒泡浆 洗两遍 把它的盐分给它去掉 均匀的切成小丁 炒一下 热锅凉油 油温烧至三分热 加入做好的剁椒 这个需要放入大量的姜米 蒜末 加点红油 糖 一瓶盐 盐少许 剁椒里边还留着一点盐口 咕噜咕噜 炒好这个万能的剁椒酱 均匀浇在鱼头上面 旺火煮气 蒸上15分钟 鱼头已经蒸好了 咱们加入葱花 蒸鱼水油 如果没有蒸鱼水油 生抽也是可以的 锅底烧油 油温烧至六层热 浸油 这个舍不得下块 太有食欲了 我悄悄地告诉您 鱼身上哪块肉最好 这块是鱼身上最好的肉 樱桃肉 蘸点点剁椒 鲜甜可口 辣味抢上 完美结合